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妈 现在我们已经度假回来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回答一下大家的疑问 因为在度假的期间 实在是每天行程很紧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复大家的留言 这里就直接在视频里面直接回复好了 首先给大家来回复一个大家比较质疑的 说小米上学的问题 小米肯定上学了 其实大家可能对法国的小孩上学的 一个时间制度可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法国小朋友上课的时间 是每隔六个星期就要放两个星期的假 并且小朋友放假的时间 也是根据他所在的学校的片区 划分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家小米放假的时间 跟Noah放假时间 这是有偏差的 可能我们会提前一个星期 或者是跟他们相比最后一个星期 反正时间上是有一个差别的 这一次我带小米出去玩呢 也是他们的春假 听完了这些 是不是觉得法国小朋友特别幸福 有没有 他们的假期特别多有没有 反正我是很羡慕的 但同时还有事情让我更加无比的羡慕 在法国小朋友上课呢 并不是像我们也啊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他们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休息的 他们星期三不上课 然后星期四星期五再上课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只用上四天课 同时每上六个星期以后 还有两个星期假期 寒暑假那是另外算 如果我是小朋友的话 我真的很羡慕法国 在法国上课 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小米她的中途的时候吐了 就是一开始 小米说她不舒服的时候 我以为是她晕车 晕车的原因导致她的吐 多睡一下不不觉就好了 确实之后游完原子堂以后 她也确实一直都在不觉 一直都在睡觉 直到晚上醒来的时候 她开始就开始吐了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 睡完教授怎么还会吐呢 那个时候药点已经关门了 也没有医生可以去看了 所以我就一直是持续的观察的状态 看她精神状态好不好 有没有发烧 比较幸运的是 她精神状态都还可以 就是一直在吐 然后吃什么就吐什么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她会吐 因为我们在一起 吃的喝的都是一样的 如果要是真的吃坏了东西 那我也应该有反应 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果说是食物中毒呢 那应该是上吐下泻 那小米也有没有腹泻的症状 只有呕吐 连发烧都没有 所以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第一时间就去了附近的药店 吃了药以后的小米呢 精神很多啊 也就好了 大家也在视频里看到了 至于这个中医是这趟旅游当中的唯一的bug 在欧洲任何场所是可以刷卡消费的 那么那些只接受现金的商户 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中医就是这样 她只接受现金不接受刷卡 并且没有发票 如果当时那个房东太太和我说 这个医生只受现金的话 那么我一定不会带小米来 也怪我自己 一听见跟中国相关的中医 就徒增了很多的好感 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判断力 就当是一个教训吧 关于小米吃饭的这个问题 也是我看评论里面评论最多的 大家都是最无法忍受的一点 小米吃白饭这个事情 我在以前的视频就已经解释过 可能现在刚刚关注我视频的朋友 就可能了 还不知道这个情况 小米的口味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朋友 他不吃青菜 也一口都不想吃 他只吃水泡米饭 你如果把它做成稀饭不行 稀饭不吃 粥也不吃 必须是干煮好的干的饭 然后再加点水的那种还才吃 而且不腌菜 就只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从小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关注过我之前的视频的 可能也看到过 我带小米去莫莉妈妈家 或者是诺瓦汉妈妈家 还有安娜妈妈家的时候 他们做一桌好菜的时候 小米依旧是一碗白饭 加点水 然后吃一两口肉 吃完了 他就会下桌子 然后去玩他自己的 并不是说因为做的不好吃 他不吃 不是这样 然后好多人都说你要研究你的厨艺什么什么 不是的 并不是你真的是山上海外放在他面前 他也他可能也是吃一口而已 还不会多吃的 然后我要为了拍视频 点一桌子的菜 这样才是一个你们觉得好的妈妈妈 抱歉我不敢沟通 那我说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说 那你就要什么什么威逼利诱的方式 去引导孩子去吃青菜 大家说的所有的方式 我当然都试过了 从很小的时候我都试过了 但是效果甚微 那么我就不希望给孩子留下一个阴影 为了他吃青菜 就一直什么威逼利诱 没有必要吧 因为人总是会变的 你小时候可能喜欢吃某一样东西 长大的时候可能就不爱吃了 只要每次小米其简的时候 是各项指标是达标的 医生也说没有问题 就没有必要为了这种 我们所认为的好 来强迫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 与其让他产生这种童年阴影啊 逆反的心理 我更愿意让他快乐的去成长 小公主好吃吗 好吃 草莓 晚上你还想吃吗 想 那我等我下午再去买一点 至于那些说我是骗子的人呢 我只想反问你一句啊 我骗你什么了 是骗你钱了 骗你色了 还是骗你感情了 请举阵说明一下 时间不早了 我要去准备接小米方学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见我的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